娱乐发布众星打场 如果说天后离婚 恒大夺冠 都不能够阻挡汪峰上头条的决心 那么接下来就能看到 娱乐圈众星为阻止汪峰上头条 做出了多大的努力 原定11月12号中午发布自己的全新单曲 生来彷徨的汪峰 本想借着汪章年的热乎劲上一回头条 可怎么也没想到 在12号的凌晨2点 四夜乌气龙对外宣布了自己和刘诗诗的恋情 漫天的祝福顿时淹没了汪峰 新歌发布的所有看点 但这只是开始 12号上午9点 娘蜜在微博上晒出了一张两人带婚戒的照片 正式宣布与刘凯薇领证结婚 随后补刀天壳们 散截在地又传出了华菲颜养奖心 与十二哥叶祖心的恋情 想必这时汪峰老师一世 欲哭无泪 没想紧接着乔振宇 又宣布婚气将近 台湾女星鬼鬼也宣布了新恋情 如此多的头条新闻 一次性砸下 表示令人始料未及 无怪有人说 12号这一天 可怜汪峰一次次的被挡在头条之外 受尽网友的调侃 这下连国际章都看不下去了 所有的这些糟粕都会消逝 只有你的音乐会留在这个世界的心底 加油 my music king music king的音乐 会不会留在世界的心底 旁人不得而知 但是汪峰能否上头条的话题 却真的成为了热门话题 这不就连其他明星也来凑热闹了 我觉得他一定有天可少 加油 而显然吴克群更明白 汪峰上不了头条 本身就是一种上头条的方式 小编认为 正如先前小型头羽神的称号 给自己累积了大量人气一样 凭着上不了头条的话题 汪峰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兴许外打正着 重判世界高峰也说不定 只不过从今往后 江湖上就要流传这么一句传言 那就是出门为女神 头条为汪峰了 乐阳天总和报道 但 但